叶灵侠 世青 你当初为什么要当叶灵侠啊 我自幼丧母 而我母亲 正是被一帮匪人所杀 所以我从小 就憎恨那些恶人 所以自那以后 你就假扮成叶灵侠 成奸除恶 行侠张义 另一方面 我也想借这个身份 查清杀害我母亲的凶手 人在做天在看 你放心 那些坏人肯定会得到报应 杀害你母亲的凶手 也肯定会得到报应 这贼老天可不会管 只有我能管 我陪你一起玩 那 叶灵侠和梅世青 你更喜欢哪一个 我更喜欢现在 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 也是 你作为叶灵侠 做了那么多好事 还帮了我那么多次 哦 那你 那 你也帮 也帮过阿柔姑娘吗 你想问什么 我寻思这阿柔姑娘 对你也挺关心的 阿柔啊 她是我从黑系班里解救出来的卖衣姑娘 我看她可怜 就收留了她 把她安置在了如意楼 朕没想到她天生聪慧 颇有经伤的头脑 所以就把整个如意楼 都托付给她了 我 你解释这么多干嘛 我就是随口问 真的 所以如意楼的幕后老板 其实就是你啊 当时 也只是想找一个地方 可以谈试 又不会被别人打扰 如意楼 那么多好吃的 还有我最爱吃的糖醋排骨 你考不考虑 把这糖醋排骨的价钱降一降 太贵了 太黑了 你去吃 就寄我账上 真的吗 我不是在做梦吧 是做梦吗 你又趁机欺负我 好了 早点休息 明天还要赶路出山呢 嗯